那磅殼的畫面呈現 我真的覺得是我演藝生涯的高峰 我有一天在喝那個蛤蜊湯的時候 就像看到他這樣靜靜的躺在桌上 因為吃完的蛤蜊 風冷煙發高燒 請往嘴巴 真的假的啦 是嗎 喝湯喝半天 我想到我演唱會 小巨蛋精健磅殼精采荒謬 徐佳瑩笑韌喝蛤蜊湯想到的 這個小巨蛋台上有三顆蛤蜊 不知道你趕快拍喔 奇景喔 時尚最荒謬 小巨蛋三蚌殼精合體器官 只有在徐佳瑩演唱會上演 LALA給好友準備的喬蚌禮物 絕對是這兩天演唱會的最大highlight 那蚌殼的畫面呈現 我真的覺得是我演藝生涯的高峰 我剛剛有稍微看一下我朋友錄的 我就覺得天啊我真的是個天才耶 真的是喝那個湯然後有一個idea嗎 沒有啦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要試那個蚌殼精 很好玩的感覺 我沒有穿過啊 我真的是那個練團的時候 好熱眼 Fuck好燒 我很想這樣 欸我可以這樣這樣的話 不是很好 你知道一切其實就是一個靈感 聽說昨天的嘉賓是高爾萱 對 然後高爾萱等媽媽帶來很多朋友 對 我想說 我們今天也是西家代券來表演 上面有長輩下面有手足 這個情況是還好的 我們今天在台上 他都我們西家代券都說出來 真的 那你開了吧 你覺得他很辣 有啊我嚇到欸 那個短熱褲跟娃娃 有他的手足 沒有看到手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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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那個是長輩想被手足 我們破掉別人 長輩 長輩 陳柏的手足 我從他們的眉語之間 看得出來 他們也是樂在一起走 所以你真的會讓他們把你 我當然希望他們是帶回家 他們一定帶回家 一定帶回家 他們先隔離上去 放個團殼先上車 只是手機 我的天上車 你自己會去分配嗎 比如工作跟加自己計程 怎麼自己計程 會 還是 還是會需要分配一下 因為 其實這很難 他沒有 他沒有啊 他就是我做什麼決定 他會全力支持 只是 只是 我現在就是 盡量接 因為 我覺得 我的小孩就是因為他還小 他慢慢長大以後 反而要花時間陪他 我現在就是 盡量接 因為 我覺得 我的小孩就是因為他還小 他慢慢長大以後 我反而要花時間陪他 還是只能從生活中找靈感 看似這些水果多菜